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今天來台北送上機場 現在我要去這邊的二樓 Let's go OK 我現在進來了 我快要找地方上二樓 這是台灣換匯的地方 現在買路是30.34 如果賣出了31 今天好貴喔 還是因為機場的關係 兆風也是31 我這邊要找 這邊有個手扶梯有看到嗎 我要是這邊上二樓 這邊是國際航線登機 我今天要去的店在這邊 拼巴克 好 為什麼要來這家店呢 因為我來這家店預約了一個袋子 剛剛有打電話要來這邊拿 我剛剛有打電話來說我要拿那個袋子 深綠色的 謝謝 好 我今天預約的袋子呢 是星巴克25週年的袋子 然後這個過程呢 是店員幫我合銷蓋電子張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這兩個顏色 然後我選深色 謝謝 然後我這邊打開一下 在旁邊打開好了 它是一個咖啡提袋 用單手好難開喔 就是這個樣子 打開就是這個樣子 25週年有這個 魚尾 25週年台灣 有一個小小口袋 就是剛剛放口袋的地方 這個可以放吸管 好可愛喔 走吧 好啊 今天為了這個袋子 跑到十幾家店 超誇張的 好 今天這邊教大家 怎麼樣喝免費星巴克的方法 好 今天星巴克呢 股價在114 它的股票大號是SPUX 那這一次派發的股息呢 是0.53美元喔 那你可以以定期定額的方式 買入星巴克的股票 好 如果你每天呢 喝一杯星巴克 假設花5美元好了 那這樣子一年呢 就會花掉你1800美元喔 想想1800美元 除白114 那大概是15 那15再乘以0.53的股息 就是7.95啦 那這樣是不是就等於 一杯咖啡的錢呢 好 這邊會建議大家 你直接買入兩張 星巴克的股票 也就是200股 那一年呢 大概會接收到 360塊美元的股息 那你平均除下來呢 一個月你就可以花30塊 在買咖啡上面 這樣是不是等於 每個月都有免費 星巴克可以喝呢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 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